日本在抓获北韩船走私对象疑似中国 日本政府29日再度公布查获北韩船之海上违法交易 将通报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 并将情报与相关各国分享 日本政府表示 与北韩违法交易的船籍不明 疑似是中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指出 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航空群所属P富桑C侦察机 在19日清晨天未亮时 发现北韩船之JI Song 6号 IMO编号889-8740 与一艘挂驻中国国旗 船籍不明的小型船在东海的公海上接弦 两艘船在夜间接弦后打开照明 双方有一条管线相交 疑似正在进行某一种作业 日本政府正和判断认为 这两艘船很可能是在进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制的走私交易 且JI Song 6号今年3月已经被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指定为资产冻结 禁止入港的船舶 这是日本政府今年度发表第五起北韩船之海上违法交易事件 前四起都是发生在今年1月2日月